主料,西米200克,芒果80克,火龙果100克,牛奶200毫升,闻开水100毫升,主料,糖两勺,水烧开西米煮20分钟闷10分钟,直到完全透明将西米过凉水后盛入奶中,去火龙果包皮后切成小丁制用了半个,芒果洗干净从中间合住,切一半用刀划成如图形状用刀胶的碗里, 把加糖的牛奶甜牛奶eok,温开水芒果和火龙果加入西米粥,再搅拌一下就大功告成了,烹饭技巧,西米开水煮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